但现代使用毛笔的人越来越少了 需求往下掉 营业额也跟着掉 于是老字号的笔墨品牌大胆地转型 他们抢工美妆市场 将以往制作传统毛笔的技术 拿来研发彩妆刷具 老品牌华丽地转身走出去 赢得好口碑也走向国际 早在七八年前 欧洲的街头健身就已经很流行了 欧洲在2011年才刚刚 办了世界街头健身的第一届比赛 而台湾呢 在几个年轻人推广之下 也开始流行了 发展几乎跟全球同步 不论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在影片里 只要街头健身 并且他们能够完成极限动作 往往都能获得超高点月率 好多若是年轻人也因此增加了收入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看这个故事 这个从百路边摊卖视频起家的摊反 如何拼出营业额1.5亿的视频王国 他是主角 35岁的徐艺芝 原本是一个从当兵前开始摆摊的 路边摊男孩 专门卖视频 当时他连跟女朋友约会 都在自己的摊子上 有的时候还要跑给警察追呢 那段岁月让他有很深的记忆 尽管那个时候他有六个摊位 但是他梦想自己有一家店 一鼓作气 他收掉了所有的摊位 转而专攻一家店面 可以依照喜好指定颜色跟造型 还有指定材料跟大小 再由师傅慢慢敲打出客人向往中的脚踏车 相较于大量的生产 手工脚踏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独特性 就当全世界都在思考 要用机器化来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 手工单车 他用手座的温度 开创了不一样的慢上机 最近出现了一种声纳探测器被开发成功 只要把侦测器装在脚踏车的龙头上 只要有汽车贴近你到30的时候 单车警察他们会听到声响 一种嗶嗶声响 就好像是雷达测速枪一样 这可以变成警察侦测违法的好方手 欢迎回来新动大未来节目现场 台湾低薪的问题到底多严重呢 我们让数字告诉你 来看看这个最新数字 目前全台湾在898万的劳工当中 其中有超过305万人 他们的月薪是低于3万块的 这个比率大概是来到34%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 每三个劳工当中 就有一个人正在领着低薪过生活的 而尤其我们看到了 台湾低薪阶级当中 欢迎回来新动大未来的节目现场 我们说到台湾的房价 好多年轻人都恨得牙痒痒的 是不喝快十年才买得起房子 如果是想卖台北市 那更要喝长达15年才有办法了 大部分的人是买不起的 就以租代买 但是如今租金高涨 想租也没这么简单了 买屋买房变得好困难 台湾少子化也成为了国安问题 眼看2026年 台湾老年人口比将超过两成 只要老年人口突破了20%的门槛 就代表着走向超高龄社会了 因此政府得要开始重视长照议题 力推长照2.0 但是低薪再加上劳力密集 台湾投入的人少之又少 一旦进入了高龄社会 台湾该如何是好 这是今天的新动大未来 感谢你们的收看 感谢你们的观看